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节目 我是林子棠 现在先跟大家跟进内地和保安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先看内地股市方面 户心300指数中午收市升25点 中午收报3938点 上证中止升17点 半日收报2885点 深淨成份指数升29点 中午收报10994点 港股方面还有5分钟左右中午收市 暂时来说升幅收集 升98点 最新做23896点 国企指数升34点 暂时做9709点 大市成交586亿多 这节一趁来Arno和我谈谈 Arno 你好 先讲一下大市 今早本身跌下去 但又咬腰度升 但暂时来说升幅收集 都是在24,000这个边缘上上落落 怎样看后市 今个星期之前都跟Stanley说过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要留意 可能外围方面 联储局主席又去过听证会 另外还有一些业绩因素 再加上疫情 现在担心有第二波爆发 后市应该如何分析 现在做什么保存 后市又没有什么方向 你讲今天越升越右 可能最主要跟随着A股做好 我想A股炒了什么 大家都在等两会 那些相关消息 我会看到 虽然指数比较硬正 或者是上落格局为主 但我们会看到市场上 一些炒作气氛其实都非常浓厚 今天的焦点又集中在 之前大家说的同股不同权 第二上市的资讯架构结果 当然收市出来 但基本上大家都一致认为 阿里巴巴、美团、小米 应该都会被纳入行指成股股 下一个季度普遍是这样想 所以看到今天当中 腾讯之外 反而是阿里巴巴重上200元流畅 美团都会看到 继续有得升 就算染蓝结果上 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留意一下 这个就说了很久 大家都知道 但留意一下 除了留意硬指公司的 资讯结果之外 也打算推出一些 恒生指数 那些生物科技指数上 我们看到今天 那些B字相关生物科技股 差不多全线做好 或者很多没有升 出现一些追落后的跡着 所以我们会看到市场 现在的整体状况 就是说的 方向是未明的 但是一有什么主题 炒作的时候 都会炒得很厉害 一个就是说流动性 充裕大来的作用 或者情况 我相信这个情况 可能继续继续下去 所以你不排除 未来如果你在疫情 经济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方向 恒指可能继续横行在 24,000附近这些水平 但是你说一些相对 有炒作主题的股份 可能仍然会升得很厉害 好啊 另外又讲一下 蓝筹里面的信羽 暂时都跌超过一成 109.5% 最主要是因为担心 美国对华为的禁制令 又升级 担心供应链的问题 信羽 野村削减了 目标价一成 后市是否都可以 如果真的想买回信羽 是否都可以再下一些 都不需要那么心急 买了信羽 都说手机相关股份 都是属于一个在卖战当中 或者现在市况当中 一个比较淡的板块 是 贸易战其实只不过 现阶段来说 一个新的利淡因素 实际上本身 大家预料今年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都是会比较差的 受到疫情影响 疫情带来最主要的影响 就是说 很多在非必需品 一些消费行业上面 整体的消费量未来未必 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 报复式反弹 你讲要出现报复式反弹 跟股市行V型一样 现在这一刻市场应该觉得 机会不大 所以你讲今年做不到 一个很明显的换机招 这方面会对整个 手机相关股份 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第一方面当然 直接出货量 要减少它们未来的订单需求 第二方面 最大的问题 都是说上年年底 那段时间升上来 某程度上 本身市场对今年的 憧憬是非常之大 所以目前来说 它的估值 就不会说是特别便宜 所以我觉得你是说 譬如这些 信与工学相对比较强势 你怎样都要求调整 可能看看有没有 机会落到100元 这些位置才考虑去买 另外呢 讲开华为的禁令 中兴今天都要跌大 百分之一 都是在封眼位 但是其他的5G股 经讯通讯等等 全部都做好 升大百分之七 中兴就跑输的 现在呢 有些数据又出来了 就说 接下来又会加快 5G plus 那些垂直行业 融合的应用 再加上两会之前 5G股也是炒起了 现在应该如何部署呢 5G股上面常常说 首选 经讯通讯 人家炒起了上来 那就等待食股 这些位置 就不会建议硬硬去告罪 留意你在内地消息上 譬如三大电讯商 5G机站 或者多少十万个 五十多万个 我觉得依然不大 因为问题就是 跟内地很多基建项目一样 目标定下来之后 做不做到 其实很多时候是两会 看过宏观经济状况 你参考几年前 高铁定下来的目标 有时候一两年都会 脱落等等的状况 所以现在纯粹就是说声音炒作 我觉得相对地 就是可能今天 资金部署上面就是说 譬如5G上面 做一些相对地设备有关的 会比较受惠在5G投资的初期 而当中可能会选中兴 或者经讯通讯 你现在正面对中美贸易战 你资金可能就说被捐码 尽量避开中美贸易战 所以由中兴流落到 到经讯通讯到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短线炒作 但问题是你看经讯通讯 你真的要突破三个半这些阻力位 才是有条件 可以看好一点 纽质和市场一样 都是上额格局为主 所以你说5G上面 如果要买的 都会建议咖啡资讯通讯 中通幅这些会相对地 比较好一点 但你今天见到 譬如中兴可能又受到 中美贸易这些因素拖累 铁塔理由可能 今天其实 都不知道为什么 相对地做得比较弱 既然资金不去炒 我们正在说 资金纯粹只是找一些炒作职口 既然没有 既然势头相对地向下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对着感 短线方面 在发股板块上 要留意 都是留意经讯通讯 或者中通幅誤议 好 这次和Anno谈到这里 Anno有没有持有上水投幅股份 也没有持有 行市中收报23892点 升94点 国企指数升35点半日 收报9709点 泰市半日成交593亿多 这个环节和Anno谈到这里 稍后再来 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聆